在台中传出有民众骑车在路上居然被陌生人跳上后座试图抢车 画面上可以看到穿着橘红色裤子的男子一脚跨上路边行驶到一半机车 还想把机车上的男子推下车 旁边另外一名男子见状是赶紧想把人拉下来 原来这名男子是一名通气犯 12号时南投警方洋装成路人一路跟肩他 而这名灵性通气犯发现被跟肩 情急之下想要抢走路人机车 而机车驾驶怀中还背着一名抢保中的婴儿 车主赶紧熄火拔掉钥匙 警方趁势将通气犯拉下车 不过范贤还想抢一辆继承车逃逸 后来有支援警力到场合力将范贤逮捕到案 而机车驾驶跟婴儿幸好都毫发无伤 下场 下场 小心 远景持枪包围逃逸叫车 左方另一名远景爬上车头 手持警官不断敲打车前挡风剥离 远景手脚并用强行击破车窗 把驾驶从车内拉出重摔在地 驾驶被远景强压在地 嚣张气焰全无开始求饶 跟稍早脱续行为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时间往回推驾驶不久前 在市区蛇心闯红灯 被远景包围后 他竟然还想撞开小黄 企图突围 警察在办案 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11号晚间11点左右 桃源远景巡逻行经中山路时 看见一名陈姓男驾驶 为离让行人红灯右转 立刻上前盘查 没想到驾驶居然加速逃逸 撞上计程车后 还倒车二次冲撞 立即强力破窗 将驾驶车离驾驶座 并进行压制逮捕 蛇心闯红灯还冲撞车辆 深夜市区上演完命关头 索性警方及时将驾驶拦下 避免酿成严重车祸 记者刘志展 吴怀瀚 桃源报导 眼看号制从黄灯转红灯 虽然已越过斑马线 女骑士还是紧急停下 没想到后方一台轿车 完全没注意直接追尾 狠狠将他撞倒 事报在南投太平路 跟省府路口 女骑士为了等红灯停在路口 被轿车猛力一撞 机车失重侧倒 女骑士双脚朝天 反腐重摔 为注意前方状况 不是很分撞 为注意车前状况的 还有台中这名女子 没发现前方的机车停下来 还是为了离让行人 女子放送喇叭 两人在下个路口爆发口笑 你在拔什么我想知道 你讲话注意一点 我当行人你拔我 怎么叫我注意一点 有行人吗 面对骑士的输出 女子像在跳针 讲话注意一点 没有 我没恐吓你啊 有 你是会恐吓我 在台中和平街跟台中路口 近一分钟的红灯 两个人呛好呛满 我讲话注意一点 都需要说话了 可能当前面那个人 他知道他自己在离让的时候 被后面疤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点不开心 喊着要叫警察护告 但实际询问 警方没有收到报案 不了了之 这种小朋友在警城台中南投 采访报道 外头艳阳高照 无风夜无雨 突然左边路数 大量树枝从天而降砸落 正好砸中路过的休旅车 车顶立刻被撞凹 后方汽机车紧急刹车 差一点就撞上去 掉路的树枝最初跟大腿一样 镜头外还有一辆停在停车 停车阁的小黄最严重 引擎盖凹一个大洞 车灯损毁 保险感也脱落 没风也没风 中车落下来 下班把车停在停车阁 回家睡大觉 被警局电话叫醒说 车被路数砸了 把车送去原厂估价 修起来要12万元 但需要三个礼拜工作天 营业损失要怎么来估算 又是谁来赔 树枝砸坏车辆 车辆有公共意外保险理赔 但营业损失难认定 会透过协调解决 其实好端端的 跟大腿一样粗树枝 断掉砸落 好险没砸到人 否则后果严重 记得松北城王书宏 高雄报道